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呢? 师傅没有说我们上网轻轻查了 厉害! 九峰的黄金内里 就是产自洛昌九峰镇和两江镇 这里就是九峰山 刚刚就是核心产区 海拔几千多米以上 森林复壳率很高 所以这里平均气温是18.6度 夜夜温差亦很大 名符其实的 是越北的世外桃源 甚至乎是瓜果之香 因为这里出产的黄金内里 首先清甜可口 肉质鲜嫩 过来九峰山 不吃它的话 就等于没有来过九峰山 所以有水和山 所以出产的黄金内里 这里也是一个标志的产品 小心点 为什么用带子 用带子 有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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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忍不住 我现在能摘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是 你先吃一口 可以 可以 师傅肯吃 你应该可以的 我们的纸袋 现在上市的都是胶袋 走市场的 都还没吃熟 你先吃一口 看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我又试一下了 还要过几天 还要过几天 现在还不是最好 是 还要过几天 是 还有一点酸味 还有一点酸味 是 它里面都叫爽脆 爽脆和多汁 再过多一段时间就会很甜 过了七百天就可以了 一般的糖部会需要多少 这比师傅都一样 13度 现在我们测到的是 十分点八度 一个星期之后 应该可以冲上十五度 就是这个状态 以前我告诉你 现在还不是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 头头的部分 很轻又有点酸 但是底部的地方 是很甜的 师傅 你们这里种了多少年 25年 好看 这个好可以吗 这个好不是好吃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吃的话 它可能还会大 还要 那就把它吃吧 哈哈哈哈 一年辛苦到头 只是为了那一口 过几星期之后会更甜 试试 节目出现之后就可以了 嗯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 嗯 吃到要酒家 我们觉得可以 一天到黑 整天都要一天 要过几天 我都觉得是对的 当然 愈甜愈好 我都希望愈甜愈好 很快 很快 没有核 爽甜多汁 核細 就是肉多 就是这样 而且皮 不夹 有不少的水果 皮会夹 外面白白底色 还有脆 这边还有一点酸 它会比较软,但深色的地方会比较软 然后,它就会比较甜 我这个是黄的 我这个是很手势的 我这个是比较黄的 我这个是比较黄的 你也在吗? 你在哪里? 表皮最厚,里面就很远了 它是甜的,你给它看看 你看,这颗颜色是甜的 里面是深色的 好像淺蛋黄色 嗯 嗯 嗯 或者是比较赤 或者是枕蹄也赤 但是这种甜度 跟大家说的印象很深刻 其实严格来说,它跟里 又好像 和土 又有 有自弹的香味 是那种果香味 这个也不错 好像 这个也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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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黄肉 嗯 这个很棒 真的最棒 吃一下 吃一下 可能是外围 14.3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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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度也可能 我跟你说 不一定是黄 是最好吃的 广东今年的雨水量 会多一些 很多的水果 都不及黄年 这个是 众所周知的东西 但是它很幸運 它不错 我们亲身来到九峰山 这个核心产区 试到这个黄金奈利 它的品质和去年差不多 严格来说 是真的保持去年的品质 所以这么好吃 这么正的黄金奈利 在哪里可以买呢 去到我们的推文下方 具体的价格和规格 都会有的 又或者去淘宝 搜索品成的因素 将九峰这么漂亮的黄金奈利 带回家吧